好啦!14T插上器人 去拿螺絲起子來啦 這感覺像是古老的卡丐 開箱時機 藍色 目前我在電腦裡面裝的SSD是 這個Intel的660 2T的SSD 但是它最近有一些問題 就是你可能重開機 它的低疊低潮就直接消失不見 然後或者是Windows出現什麼硬體錯誤的訊息 或者是直接藍屏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現在還在保固你 趕快就把它換一個新的 或者是就維修或怎樣 但是就再看看啦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剪影片 就出片速度會慢一些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低疊怎麼剪影片 我沒有地方存影片 我沒有地方存影片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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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整過了一個禮拜 從星期一到下一個星期一 我們終於拿到了我們的SSD 那我覺得連牆其實還不錯 它就是因為我舊的是660系列 但是我們現在660已經停產了 所以它就直接幫我升級670 速度直接翻倍 然後它的理論上它的寫入的壽命也翻倍 所以就等於免費大升級的概念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保固呢 還是算舊的那個硬碟的保固 不是新的這個的保固 所以我的疑慮就是說 欸 那如果這個硬碟剛好在兩年之內 它就又故障了 那我真的就沒有辦法 我就只能再換一個新的 那 就 隨緣囉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它 完成 OK那我們資料都有備份 那我們就把原本低疊的東西 就再抓回來 我們就可以又再繼續剪片了 因為我們這整個禮拜都沒有在剪片